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型男 前兩天才在這邊試車頂著大太陽30度 今天飄得毛毛細雨 但是溫度只有18度 冬天要來了 好 我們來聊聊 我們平常的試車 通常總代理安排的車 都是給我們他們主推的車型 不論是頂規配備最好 或者是性能出力最好的車型為主 但其實一般消費者 在買車的時候有一些預算考量 或是他覺得配備沒有這麼的需求可望的時候 有時候入門版我們覺得其實也蠻有看頭 像是今天我們來看到的就是New Focus 它在2月上市的時候 全新4代目的車型 我們頻道就有做4門以及5門ST-Line 不同車型的試駕 但其實當初的5門就有一個入門的時尚型 它的車價不到70萬 我就覺得還蠻有看頭 沒想到最近總代理果然就推出了 美夢的4門以及成真 今天的5門 車價統一都是69.2萬 我看了一下它的配備 還蠻有誠意的 今天就跟我來一起試車吧 車型編程的部分 除了我們今天要介紹的美夢的4門 以及5D的成真型之外 其實我覺得這次New Focus的編程還蠻有意思 以5門來說它有成真型 它是1.5的自然競技 上面還有一個70多萬的叫做時尚經典 它是多了渦輪還是1.5三缸 那載上去的頂規ST-Line 到了89萬多 它則是有了渦輪之後 又有了Copilot360的主彎配備 所以它有分成三種等級 我們再來看它在車頭外觀的部分 如果跟之前我們試駕5D的ST-Line來說 主要在水箱護照就有蠻大的差異 它現在改成的是這種銀紗色的橫炸式 外面也有鍍鉻的勢光 那在燈具的部分 原本的ST-Line 它叫做奪目之連的LED日行燈 是比較下面 那今天它改用了LED日行燈叫海鷹之意 不過裡面的遠近光燈 包含方向燈 都改成了魯素的燈泡 那靠寶桿下面兩側它的霧燈 也是傳統的魯素燈泡之外 但是它還是有轉向的 角落輔助照明的功能 那車側設計部分 我們就不多做介紹 但是還是看一下今天 成真型它的窗框是用黑色的設計 尺碼都一樣是4.3米左右的車長 2700AM的軸距 那最主要在的就是胎圈的配置 它配的是20560R16Handcook的胎圈 比ST-Line的18吋小了兩極 那今天入門的車型 它就取消了Keylis的開啟功能 那照後鏡還是有電動收折 那下面也有開門時候的照地燈 再看到車尾的部分 後檔上風它一樣是有尾翼 不過當然沒有ST-Line那種比較有造型的 來得這麼帥氣了 單據一樣 它是沒有LED的光調的尾燈組 保桿上你可以看到 它也有倒車的四眼式的雷達感應 那它的排氣管的設計 跟ST-Line同樣是在右邊 但是它從雙管改成了單出的設計 再來看它的後尾箱門打開 看一下它的行李箱空間 當然這類的5D先輩車 以原廠數據來說 它是375公升 五人座的狀況下 那你如果透過後座六四前傾 可以擴充到1281公升 我覺得還算是蠻夠用的 好我們再來看車室內裝的部分 剛剛發動其實就有看到 它雖然是沒有Keylis用傳統的鑰匙 但這項配備以我個人而言 我覺得雖然現在大多數的車 都已經把Keylis列為了標準配備 但比較入門的車型用傳統鑰匙 我個人是覺得還可以接受 好那再來看一下它的內裝的布局 它的儀表台上還是維持 蠻大面積的軟質塑膠 然後搭配這樣銀色的飾板 所以我覺得整台車坐進來 不會給你任何入門陽春的感覺 整個質感還是不錯的 再來它的配備新增的就是 它比過去5D時尚多了就是有 皮椅的配置 原本的是布椅的配置 仔細看一下它的皮椅 也有透氣孔以及縫線的做工 都還算蠻精緻 椅子坐起來的感覺我覺得 雖然沒有很好的包覆性 但是整個支撐性是相當不錯的 就是蠻福特傳統的這種感覺 再來看到駕駛介面的部分 今天其實是入門車型 它還是有四項的調整 上面三幅式的設計 左半部當然它沒有了 Copilot 360的主安配備控制 但是控制介面上還是可以看到 像是限速以及定速的相關功能 右半部的功能進去以後 其實就是它的儀表也是一樣的 左邊轉速右邊時速 中間是一個4.2吋的彩色液晶螢幕 進去的功能是非常豐富的 包含像是車輛的設定 行車資訊 里程 音源 電話等等的 包含其中像是有這個資訊的功能 它的胎壓也是有四個輪子的 胎壓數值 像現在就可以看到它的胎壓設定 在方向盤左邊的後面 可以看到它的燈光控制介面 包含了自動起壁的頭燈以及前後霧燈 然後它也有大燈的水平調整 還有儀表的亮度調整 再來看到儀表台上的主機 它是屬於懸浮式8吋的觸控屏幕 它是屬於Sync 2.5的系統 其實2.5跟3的差異只有差在中文的衛星導航 不過因為它有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的連接功能 所以你連接進去以後 用手機的導航其實就可以應付了 是沒什麼問題的 這台主機它也有倒車顯影的功能 排入到檔以後可以看到 它還有輔助線給你參考 以及兩種模式的鏡頭切換 所以整體來說 我覺得它還算是一個功能滿齊全 操控起來也還滿流暢的主機配備 再往下看有實體的音響控制介面 以及前面的冷氣出風口 下面則可以看到它還是雙區的恆溫空調 都還維持有的 再往下看它有滿大的 滿好放手機的置物空間之外 裡面也可以看到USB12V的電源座 再看到中導上面的排檔桿 它是屬於Select Shift 6速的傳統的自排 檔位顯示也比較簡單 N檔 D檔下面就只有L檔 它沒有手自排的功能 左邊有一排的按鍵分別像是怠速洗火的功能 循跡防滑OFF 以及它也有駕駛模式 分別有像是標準模式 省油模式以及運動模式 我再往下看它是傳統的手煞車拉比 右邊則有置物空間 你可以做調整 放兩個置杯架 然後也有臨前的收納功能 中央扶手它也可以前後滑移 配合你的位置 打開以後可以看到有一個方正的置物空間 另外還有一個USB的插孔 至於後座的表現部分 我們就不多做介紹 但是幾個重點還是幫大家複習一下 以我身高180公分前座以後 坐到後座西部丈量大概還有兩個拳頭的西部 頭頂也有一到兩個手掌的頭部空間 所以Focus來說 它的後座空間表現在同級車一直是非常不錯 另外它也像是我們剛剛前座介紹過 它有皮椅以及三個獨立頭枕 中央扶手左右也都有ISOFIX 另外在後座的中央 它雖然沒有這個空調出風口 不過在扶手下面原本的12V電源座 它改成了Type-A跟Type-C兩個USB的插孔 我覺得是非常實用的 我們今天試駕的New Focus的五門 成真型的入門車款 它搭載的動力是1.5升的三缸 自然進氣 還滿少接觸到這種三缸NA的汽油引擎 它的最大馬力是123匹 最大扭力15.3公斤 它的噴射跟我們ECOBUS的182A 就是1.5渦輪的三缸 不一樣它是屬於傳統的騎管噴射 而沒有像是渦輪這樣的話 它還有鋼類直噴在騎管的雙噴射系統 在變速箱的配置部分 也是截然不同的 之前的Focus的ST-Line 配的是八速的手自排 那今天成真型配備的是傳統的 Selectship的六速自排變速箱 那這一區變速箱 基本上它沒有方向板換檔撥片 在排檔桿的旁邊也沒有 一般時下常見的手自排的功能切換 取而代之它就是D檔 以及L檔就是D速檔 就是讓你用在下坡的一些 D檔位引擎煞車的設計 基本上它的設計很簡單 當然有它的好處就是說 設計簡單 結構簡單 強化耐用之餘 那我覺得它的換檔效率 其實也還不錯 雖然少了手自排的便利性 但是你在一些直線加速 大腳油門的換檔反應 我覺得不錯 像有一些直線 我大腳油門下去 它轉速還是會直升6500轉 其實它的換檔反應還不錯 不會像同級 有一些配的是CVT的變速箱 可能你在大腳油門 KIT DOWN下去的時候 就看到轉速定在5000轉 4500轉左右 但車速才慢慢爬升上去 這種傳統自排變速箱 就是有這種好處 它轉速會一直換檔上去 然後整個的轉速的聲浪 你會覺得今天這台成真型 像我們剛剛在看引擎室的時候 在拍引擎的時候 也有發現它的 雖然是入門車型 但並沒有通工減料 像是引擎室的隔熱棉 隔音棉 它都還有 所以在你極加速的時候 我覺得引擎傳進來的噪音 NVH的降噪工程 是還不錯的 即使像我們講的轉速到了 6500轉它才會換檔 就是過5000轉以後 比較大的引擎聲浪 其實你會感受到比較大 但是我覺得它不會給你吵雜 惱人的感覺 就是說它整個的聲音 Tune的會覺得還滿悅厚 厚實的 那整台車的動力表現部分 那我們今天在市區拍攝 以及到了現在外山西的山區 現在在上坡的路段 我原本還真的滿好奇 你這個1.5自然進氣的三缸 開起來怎麼感覺 有幾個關鍵 今天它配的是205 60 16 比ST-LINE小了兩級的胎圈 然後再來車重 它是1280公斤左右 那比ST-LINE也輕了 大概一個成人的體重7-80公斤 所以換句話說 它的動力123匹 跟ST-LINE的180多匹 當然差了60匹上下 但我想說的是 我開到以後 從我1000車出福特的經銷商 我一上路我就覺得 欸 異常的輕快耶 當然一出經銷商在路上市區的反應 可能是時速50公里以內 我覺得幾部真的都非常輕快 很好開喔 你甚至會有種錯覺 這是有點 1.6甚至1.8 四缸動力的油門反應 真的滿出乎意料 當然那你開到了一些高架橋 高架道路 車速允許再放快一點的時候 我覺得有看一下它的速度 時速跟轉速 大概以我們常用 時用的速度 大概時速 60到80之間 轉速大概也落在 因為它是6速的自排 轉速大概落在2000 出頭轉你順順開的時候 當你要稍微再加速的時候 換檔再加速 這顆三缸的動力 搭配變速箱的效率 我覺得都是很不錯的佳作 當然說到三缸 大家還是要來感受體驗 探討一下它的就是 這個引擎的震動的抑制部分 其實我記得在這次 New Focus上市的時候 我原廠就有拿這台車引擎在啟動 不過當時是用Ecobus 182的版本 有做放一瓶礦泉水帶引擎 你的那個上蓋上面 它的上蓋也是用這種 比較軟膠質的 軟質的 像膠墊 其實也有一部分的 吸震的抑震的效果 你會感覺到這台車 三缸它在啟動的時候的震動 跟啟動以後的怠速運轉的 震動抑制的表現 跟同級 或是我們常見到的一些三缸來說 已經算是不錯的佳作 那最近還滿有緣的 這一個禮拜時間內 試了好幾台三缸 從福斯的T-Cross 1.0渦輪增壓三缸 到上禮拜去入地球黃金線 開到了BMW的E18i 它是1.5升的渦輪增壓三缸 如果跟今天的1.5自然經濟 Focus的三缸來比的話 我覺得 在 這個 START STOP就是說 在你怠速熄火的時候 你等紅綠燈熄火 像我們在剛剛也有測試 你在省油或是標準模式 它都會自動的熄火 那你如果設定在這台 在Dry mode 在運動模式 它是不會熄火的 那如果你在熄火的時候 稍微放一下油門 它又在點燃的那一瞬間 我覺得Focus的這個三缸的震動 不會輸給我們剛剛講的 福斯或PNW 但是我有發現 這台車的一個三缸的事情 就是當你 像我們剛剛講 紅綠燈 你在D檔熄火以後 但如果你刻意去感受 你把變速箱推回N檔 在引擎啟動的狀況 推回N檔 再拉回D檔 就是入檔的瞬間 你還是會感受到 三缸引擎的這個 動力結合的那個瞬間的震動 還是會比傳統的四缸引擎 稍微明顯一點 我覺得這個是沒有辦法 克服的宿命 那在底盤的配置上 這台車還是跟之前的Focus 都一樣是前脈花承 後 這種歐化調校的扭力量 其實當初上市 大家一直都探討這個扭力量的結構 Model J 福特他們特調的 搭配時量導引彈簧 我們也講過蠻多次 我覺得它算是 目前時下調校非常成熟 很有水準的一個扭力量的作品 儘管今天是入門的車型 我相信在這樣的懸吊底盤 搭配像是它的 C2底盤 全新的C2底盤 換來了很好的車身剛性 以及這一次的空間的進化之餘 還有Focus 福特他們強調的 全車一樣有高達33%的航太級的 1300Mpart的蓬剛 在一些車子瘦撞的時候的一些重要部位 都用了這樣的高比例的高強度的鋼材 所以換來整個車的底盤 剛性以及操控的吊性 即使是入門車 開起來還是很紮實 基本上我覺得5D成真型 還是維持一定的歐系的 這種行車路感 但是如果跟ST-LINE相比 它少了 像是短彈簧 或者是一些特殊的襯套調校 還有ST是用18吋扁平比 更低的輪胎 所以今天的成真版開起來 又更舒適了一些 那在方向盤的感受上 我覺得它跟ST-LINE有點不一樣 它開起來一樣有 這個轉向比 比一般日系車更直接的感受 但是它不會顯得重手 只是說你在同一個彎道 你現在這個彎來說 你開一台日系的同期巨方 可能要稍微打大一點 但是在Focus的小度 你打這麼大 就像剛剛已經轉過頭 有點壓到線 就是說它的轉向比比較直接 你只要微幅的打像這樣 它就可以完成這個彎道 然後另外一個感受就是 因為這次它是1.53缸的 自然經濟的動力 也用了鋁合金的本體 以原廠數據來說 這顆引擎的重量 也比前代要輕 20公斤之多 所以你會覺得開起來 它的車頭的轉向感 會更輕盈 還滿明顯的 另外這顆引擎 還有一個我覺得滿屌豪的地方 就是大家買車都很care的油耗數據 以這一次美夢成真 今天成真5D 5門的 它1公升可以跑16.7公里 哇 三缸的自然進氣1.5升 有這麼好的油耗表現 我相信放眼同級車 這應該算是數一數二好的數據了 那這台車我們剛剛有講的 雖然它沒有 手自排等等的換擋撥片功能 但是它的DRIVE MORE 在排檔鋼盤 我們來測試一下 以現在標準模式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整個動力反應 還滿輕快的 那如果你進到節能 省油模式 它會有一片葉子出來 也滿標準的啦 就是油門變得比較悶一點 它的轉速沒有這麼敏感的加速感 回饋給你 當然你把它放到運動模式 就是一個S 有 以後你同樣腳的深度 油門深度 轉速馬上就多了500到1000轉 它給你更直接的油門反應 然後看一下 大腳油門 對 換檔效率還不錯 6500轉才換檔 很輕快的加速感 在80到100都還非常夠用 那在今天 洆湞入門等級的車型 安全配備 雖然它少了 福特現在很當紅的 Copac 360的主彎配備 它也沒有像是車側盲點 R CTA等等的輔助 配備之餘 但是我覺得要說的是 就是以這台車本質來說 像我們剛剛介紹的底盤 車身的剛性 剛才的用料 都是很好的 然後它也標配了6氣囊 我覺得以這樣的基本的安全配備 當然還有一些像是多合一 煞車 車身動態 穩定 行進方法 等等的 都已經是標本 我們不用多做介紹之餘 我想要說的是 這樣的一部車以69.2萬來說 我覺得如果你在買車前想清楚 或是你今天這台車要給誰用 它的用途 主要用途是什麼 這樣的配備 其實已經算不錯 因為我也有一些實際的 朋友或是親戚 他買了比較新世代的車 可能也標配了各家的主案配備 但是有時候週末跟親戚聚會 我也會跟他聊天 問說 你有沒有用這個ACC 或是你覺得車道維持 或是車道偏移景 是不是等等 功能看起來怎麼樣 其實有一些人可能 他不會太依賴這樣的感覺 可能年紀稍長 尤其是年紀稍長 他會比較喜歡自己開車的感覺 然後甚至也會不大習慣 就是有人會介入你方向盤 這樣的動作 那甚至ACC 當然我們也常常聊 每一家的跟車的距離 甚至油門的加速煞車 限不限性 就要看每一個車主 他到底適不適應 買了車以後會不會用 所以今天其實是這個成真版 它沒有這樣的配備 如果你平常開車 也不會很依賴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考慮看看 這樣的入門車型 迴轉半徑 我看了一下這台車迴轉半徑 你規格表上是寫5.49公尺 但是它是各個等級 都5D的各等級都是 我覺得蠻奇怪的 因為它有16吋18吋的 胎寬跟這個扁平的差異 所以迴轉半徑 理論上會有一點的不同 但是三個表的數據 都是寫5.49公尺 那實際開起來 我覺得這台車的16吋胎 感覺迴轉半徑有 好像比較小了一點 在山路上迴轉都很靈活 然後即使這台車用的是16吋的胎 我覺得它的煞車 可能是跟自己的車的感覺不大一樣 也就是說它的煞車的行程比較短 所以你在上車的時候 你要稍微適應一下踩踏的深度跟力道 好 我們今天試駕完了Focus 5D的成真型 我們來做一些市場競爭對手的分析比較 我覺得它算是一台可以上可攻下可守的車 怎麼說 上可攻我的意思說 以它的69.2萬元 如果搭配政府的舊換新 所以它已經降到65萬元內 就可以擁有的新車的車型 跟同級對手不論是Centra也好 或是Global Lancer的入門車型來說 我覺得它都還蠻有競爭力的 當然啦 這個級距的銷售冠軍 也就是神車Artis 它的入門車款比這台車貴了一點點 但是它有了主安配備TSS 但是我一直在想 買這種入門級距車型的消費者 它到底在不在意主安配備呢 但我相信或許還是有人會想要它的車 即使是入門車也有主安配備 所以我建議福特是不是可以考慮 接下來再一次小改款的時候 是不是能夠推出一個美夢成真 幸福圓滿360 也就是說以這個車為基礎 再加個幾萬塊 再多一個級距就是把它的Copilot360 放上來呢 或許又可以滿足一些消費者的需求 好 那我們剛剛講到 又往下殼手勒 就是除了同級對手之外 我們看一下 再小一點級距的 不論是FIT CITY 就是先輩四門房車 或是Yaris Vios TIDA 這樣的車型的價格 大概都落在這個六字頭左右 換句話說 如果你今天花了69.2萬 買了更大的空間 更好的體質的車輛以後 我覺得我們就來看看這台車 接下來國內的銷售 到底能不能擄獲 國內消費者的方形呢 好 我們今天的試駕就到此結束囉 別忘了持續關注鎖定我們 車水馬龍網頻道 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 還有關注我心愛心龍的粉專 掰掰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